今天是比利时的圣诞节的事情 已经开始了 然后今年的我们去读赛了 我们一起去读赛了 去读赛了圣诞节的事情 比利时这边是唯一一个没有圣诞保人的圣诞节 所以今天呢 会带大家去看一下 一个是这边的圣诞节 是什么样的一个夜市 这也是我第一次去看这个事情 然后我会传承给大家的团承 给大家录下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还记得我第一个视频介绍的 这个蓝金林的家乡 你看就在中央火车站那里 从这里开始呢 就是一直往下面走 就是圣诞节的那个市集 你看这些呢就是 他们摆出来的一个文化 一个小集市 有首饰有蜡烛 还有一些这样的水果吧 水果巧克力 水果蜡烛吧 这里呢还有香槟 是香槟吗 你看这里呢 这个圣诞节时期 这个呢这个小店呢就是 明星片 就是卖明星片的一个小店 就是介绍比利时的一个 我们继续往下面 这里呢就是比利时最有名的 那个中央火车站的走廊 然后你看都布满了圣诞节的那个 气氛 那个圣诞节的彩灯 这个呢就是比利时最有名的 这个巧克力店 这里呢这个也是比利时最有名的 一个巧克力店 全部都是员工制作的巧克力 哇好美味哦 这个巧克力牌子的话也是非常的古老了 哎呦 麦卡龙 嗯 我现在呢在这个总房 中央火车站的总囊 非常非常的漂亮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比利时来补游的话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景点 呃不要错过这个 比利时最终的火车站的总囊 这个呢也是比利时最有名的一个巧克力牌子 呃呃成建成立于1857年的 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到现在也是宝石手工制作的一个巧克力牌子 这个 这个塔全部都是用巧克力制作而成的 非常的漂亮 哈喽大家好 这个呢 这个呢 The Rose 就是比利时最有名的一个呃 呃皮包 皮包的牌子 就是比利时王国国王还有欧洲皇室都专用的一个呃 呃 The Rose 就是比利时王国国王还有欧洲黄式都专用的一个呃 这些呢都是新款 The Rose The Rose 的新款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到这个呃呃 这个呃 店来看一下都非常多的非常多漂亮的包 但是价格不便宜 所以大家如果想买的话 最好准备好钱 你看这个钱包350欧 还有990欧 就这么一道补包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布鲁赛亚的中央市政广场了 布鲁赛亚的中央市政广场 Miraih 霸赛亚的 widgets 霸赫亚的困 oraz权币 展开 松 escuch了 moderne 下面 对 歌 鄔 词 词 arti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